在營養器官的常識裡面 就發現生長激素看起來有利於發根這件事情 主治培養比較單利點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你先去做一個培養劑 然後基本材料就是羊菜 就是做一個活動 可是在配這個羊菜的容易的時候 在煮之前我們會先加適當種類的營養鹽 是電解質 然後配成適當的濃度 然後煮完之後 然後接下來放下來讓它變成果凍狀這樣子 那比較好的方式是整個都拿去滅菌 然後之後呢 接下來假設你想要在這個上面 你就把它這個想像成它是取代土壤 然後因為可以滅菌嘛 所以它就是一個可以保證無菌的這個土壤 然後假設你現在想要在一個無菌 不受感染的風險之下 然後去培養一個小幼苗 所以你就把你想要培育的小幼苗 也是做過殺菌的手續 然後就把它按插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這樣就是一個無菌的生長空間 這是用試管的處理方式 因為有很多的替代的方法 比如說培養瓶也可以 比如說你在藍花比較常看到的那個錐形瓶 培養那個瓶苗有沒有 賣一個瓶子 然後裡面可能一二十顆那種 這些基本上都是早年的這個組織培養 現在的組織培養的發展其實已經到很細很細的程度了 那剛剛講的等級上的差別在哪裡呢 如果你現在比如說從某一個植物剪下一個小枝條 你只是為了要讓它活下來這樣子 所以你的牽插可以利用這個環境 這個時候就不太單純 你只要在這裡面除了那個植物 這個植物需要的適當養分之外 那你要加適量濃度的生長素 那這時候就可以促進它長根 你看這其實是比較入門的 不算怎麼太複雜的難度 你要的就是一個很乾淨的幼苗這樣子 可是後來基本上組織培養的 會比較想要貪心一點 就是大量培養 所以像這種的話 你變成你可能要取很多的幼苗 可是如果你現在比如說想要這樣子 一口氣培育很多的幼苗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依賴植物的一個重要的組織 就是分生組織 所以處理方式是這樣子 你先去把那個 你先去那個牙 取一個牙 因為牙裡面有頂端分生組織 那你把牙切下來之後 然後用一些殺菌的化學物質 然後把表面處理過 處理乾淨之後 放到那個無菌操作台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無菌操作台的話 隔壁間這邊有一個雙人使用的 那個無菌操作台 就在這個角落這個地方隔壁 所以你把那個培養機滅完菌 然後那個牙處理完做殺菌 然後所有的器具全部都滅菌完之後 放到無菌操作台裡面去操作 然後你把那個牙的外面的組織 全部都切除 只留下那個核心 真正分生組織所在的那個大約的區域就可以了 然後你放在一個適當的培養機 然後除了營養成分之外 你加進去先挑一下這個 你加進去適當濃度的生長激素 跟另外一個後面會講到的細胞分類素 那假設它一開始就是這麼一小顆 大概數十個細胞的分生組織 只要你用的濃度比例合適的話 這一小團的細胞它受到正確的刺激它會一直長大 那如果你在去調配那個 生長激素跟細胞分類素的比例的時候 有些條件會適合它長出牙 但沒長根 有些條件很奇怪 比如說生長濃度過高的時候 它就會長根 所以只有看到植物有根 但是沒有牙 也就是說它不會長出枝葉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再繼續試下去 有可能會適到一個比例是 這個細胞它會用小團的細胞 長成一大團的細胞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再用適當濃度去刺激它 讓它長出一個正常的植物體 就是有牙有根的 那這樣子的話你看 我分生組織只要取一次 然後想辦法讓這團細胞 一直不受限制的繼續生長 對不對 所以我就利用它 就源源不絕的可以產生很多的幼鳥 所以做組織培養 通常他們希望這樣的程序就處理一次 然後後續就可以大量生產這樣子 所以大量生產之後呢 第一個好處是什麼 你現在每一顆培育出來的 每一個培育出來的幼鳥 都有相同的遺傳特質 所以這是不是也是有無性生殖 對不對 然後再來因為它是在無菌的環境下 培育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之後的田間管理 仍然是高品質的 比如說溫室 而且是那種比較好的那種溫室的話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盡量去隔絕 那個一開始幼苗時期 就隔絕那個常見的病蟲害 比如說那個木瓜 木瓜的話 現在他們就蠻希望 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培育那個無菌的苗 然後把它放到溫室裡面 然後盡量病的那個木瓜 木瓜那個果皮表面不是 常常會有黑點那個 輪點病的那個病毒感染 那這樣的品項就看起來比較好 也不是不能吃 那看起來品項比較好 因為你大概如果想要去吃 那個有黑點的地方 大家都還是可以把它銷掉 雖然對我們來講 並沒有什麼真正嚴重的影響 可是那個就是 你有黑斑都沒有黑斑 到市場上那個價格就差很多 跟那個什麼芒果也是一樣 芒果也是很容易出現 像這樣的一個碳區域的症狀 就是黑斑的那個症狀 那個都會導致那個價格是下降的 所以如果我們從幼苗時期開始 竟然這樣做的話 那這個農作物的品質價格 基本上都可以大幅開箱 所以組織培養在農業上 其實貢獻非常多 那也更不要講說 那個組織培養裡面 這個台灣大概最大的企業就是 台糖 對不對 他每年就用這樣的方法 去從那個高 某一個非常好的品種的蘭花 然後去把那個蘭花的芽 取出來之後 然後大量的繁殖 所以像台糖的話 他們那個無菌栽培的環境 已經不是超座牌的 他們在無菌栽培的環境 就像我們這種教室 一間到兩間的大小 然後排四、五張的桌子 然後一進來就是無菌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找一大批的女工 然後每天一組的班 在大量培育這些品名這樣子 那這個已經是企業生產增值了 所以這種技術說真的 當然在大學如果有開這樣的一個 深入的 就是正式技術研習的課程 去學一下 就是會用得到 如果你動植物都學的話 才會更換得到 這種東西你把它當成是一個入門的門檻 不管只要你是想相關領域 不然的話 你就把它當成是學另外一個技能 哪一天有機會用得上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很高用 更不要講 這個如果早一點的話 你看你如果有興趣做的話 這是那個毛展凱的小用名 大學裡面像那種深科系 農藝性園藝性 那像玩這個 就是那個什麼州 他們不會辦什麼農藝州 園藝州 深科州 然後就事先就是找幾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培育那個可愛小植物的那個魚駿苗 然後找一個可愛小瓶子 然後那個培養機 還有點綴詭詭異的色彩 然後就像那個瓶子的封口的地方 綁斷帶然後用那個什麼毛線毛根 然後編一些東西這樣子 而且總成本三十塊 然後賣你一百塊之類的 或一百五十塊 看起來非常漂亮這樣子 你看它怎麼會有這麼便宜又可愛的東西 然後通常都是暢銷品 來不及了 以後有機會以校友身份再回來買看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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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對 張商店 它也有一些官場用的價值 就是你看放一個這個東西在蘇多前 基本上管理上就方便 你就放著 導致說放讓它死了 還有一天你覺得不行要讓它死 就把它趴出來 然後把它撞在土裡面這樣子 可是無菌它拿出來 所有細菌不是能夠掛點嗎 不會嗎 掛點呢 它出來就是要面臨那個 那個真正自然的條件的考驗 那如果這顆植物本身的體質 不是有太大問題 因為我們是希望它用苗時期 是在比較安全乾淨的環境之下 所以剛才講在農業上 事實上那個後續最好的方式 是無菌苗取出來之後 你可能是要給它一個像公司這樣的環境 這樣才能夠延續它的高底質 那可是如果這些無菌苗 它當初因為是為了大量繁殖 大量繁殖期間無菌 就是可以省去很多感染 那它之後的話 就是用一般的正常的栽種方式 也沒差的話 那他們就會這樣處理 那當然這樣的話 農產品相對來說 就是比較平價 這個投資也是很可怕 不是每個農民都玩得起 所以就是看有時候是一個選擇問題 那藍化也是一樣的 藍化你從那個瓶子裡面取出來 算是一般的環境下去再做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這樣到底有沒有什麼商機 這個就是一個分生組織有沒有 已經大量分類產生很多一團一團的細胞 對不對 它已經不規則往外長出去 然後這個已經受到刺激已經開始長牙了 這也是毛磚台 有沒有看到根 沒有 所以如果你用錯濃度的話 基本上呢 你可能會只看到牙或只看到根 就沒有辦法看到一顆完整的迷你的植物體 那個才是真正的誘引 所以組織培養一般來說 那個秘方大概可以分成兩個層級 第一個 你要幫這個植物呢 找到適當的營養物質的配方 一是種類20種度 因為有些植物對於特定的電解質 微量了它的很特殊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給它的那個關鍵的物質 不是到位的話 那基本上它可能會發育不良 那最慘的是長不起來 好 所以像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是金線點應該知道 以前的台灣的金線點都是陽賴跟野生去採的 然後後來那個第一個 用組織培養把那個金線點培育出來的 他也做成賺錢的 你可以想像嗎 因為金線點是那個單價非常高 所以你現在市面上看到的全部都是組織培養的 所以當年那個金線點成功組織培養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那個秘方 要不要得到當然要不到 那個是 你知道嗎 最早找到的那個人 他最大賺錢的利益 他怎麼可能隨便釋放出來 可是你現在去市面上 隨便拿一本那個組織培養的書 翻開裡面一定也會有一個例子 就是金線點 因為那秘方後來被破解之後 破解之後就沒什麼價值 然後再跟你講一個傳奇的 金線點這個還不算是非常高價值 金線點只是因為它適合大面積的栽種 然後就是大量生產 那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蘭花 那真的是傳奇 在當年我小時候 然後 當年我在你們這個階段的小時候的時候 然後呢 有一個傳奇 那是一個國蘭 蘭花 有沒有看過一種蘭花是 他們喜歡用這種栽培方法 那個瓶子啊 瓶口袋子有這麼大 然後瓶聲長長高高的 瘦瘦的那種 然後那個葉子啊 看起來就是那種 典型單子葉狹長型的那種 有沒有 不見得很長 那有些是 就是可能只有抽一兩根花 有沒有 然後很迷移的感覺 那有時候是連花都沒看到 從頭到尾就只看到葉子 甚至於你有機會的話 要看到那個 養蘭花的人 拿一個 非常那種 化妝棉 然後沾一點水 然後非常仔細的 這樣幫他把那個葉子表面這樣子 擦乾淨這樣 擦到那個油油亮亮 有沒有看到這種 你可能當然很難理解 這些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那我舉一個東西 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要這麼細心照顧 因為這個是傳奇 就在我們當年的時候 這以前有一個蘭花品種 叫達摩 就是那個達摩組織 那個達摩 不知道誰命名不知道 這已經 我都不想去考慮了 然後 反正這個品種就叫達摩 那達摩當中 又有 就是 長得很好的 很奇特的 跟很差的 那那種很奇特的品種 這當年那個價位是這樣子 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成珠 就是 那種果然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 靠近根這個地方 有一個比較稍微膨大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 就是葉抽出來 兩片三片 這樣子而已 就是正常的那個成熟的植物體 像 一顆頭 一顆頭 六 再加一個字 萬 二十 很多年前 那個時候 如果你不知道那個價值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手上有這麼一顆 因為剛好以前 張東有一個老師 就 現在就住在那邊 就是可以在這條街 就滿一棟很寬敞的 透天 那個透天處這樣子 四喔 那個 而且足足有餘 你還可以拿來做裝 600顆 這樣會這樣齁 好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一棟房子 還是要一顆蘭花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 這個蘭花呢 很多人在封 然後封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你手上剛好有這麼一顆 你今年度呢 細心的照顧它 可能呢 當那個生長季節 它生長很好的時候 從旁邊冒一個芽出來 這時候又有一棟小房子 因為冒出來三百 三百 這樣可以想像嗎 就看到芽 就從三百起跳了 這樣子 如果多長兩片葉子 準備可以分秒的時候 那時候就更會 這樣可以想像嗎 一個蘭花就可以封到這種程度 好 那 現在的達摩呢 一顆 也是六百左右 但是後面那個字 就不用加上去 這一切的原因就在於 當年 有這麼一號的人物 那就是那個 它應該非常有魄力 砸下了一棟房子的錢 然後買了一個 非常好的冰洞的達摩 然後呢 就所有相關的都準備好之後 就把這個達摩給乾掉 就取它的分身組織 然後去把它做主陪 那因為它是最早成功了 所以你想啊 別人賣六百 對不對 我打個折 成租賣三百 買到的人會覺得很賺 對不對 可是它 那我剛剛講 它的策略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 它就低於市價 這樣賣 對不對 它每次都低於市價 所以你看它只要賣一年兩年的話 基本上你看 就算 感覺上那個單價是變低 可是累積起來 那個總金額其實很可賣的 那因為主賠 只要你突破的那兩個關鍵 就是那個營養物質跟那個基數的配方 這兩個最麻煩的問題 那事實上它的成本沒有那麼高 你看 所以這個人我在查一下 應該當年已經是用的收入來看 所以現在搞到後來達摩 你看那個最詭異的是 還在那個買正常那個 無性生子苗的那種三百六百的 然後跟那個主賠去 後來它那個大量傾銷之後 那個價格整個掉下來 那就是御庫無類 而且你投資一棟房子 然後隔兩年之後呢 那個比如說從六百萬 好不好也一百萬得不到的時候 那這個是快要扶出來 所以當年一個很詭異的 分單花草 草成這個樣子 實在是很難看 好 好 OK 所以如果 現在當然 如果你要去創造一些 比較有利的東西的話 第一個這個農產品最好是高價值 所以木瓜其實還算是高價值 但是前提就是說 如果你要走外銷的話 其實木瓜還蠻賺錢的 芒果其實很賺錢 這基本上都有不簡單 其他農產品也可以做 那主治培養是一個可搭配的技術 好 那因為生長技術 畢竟還是天然萃取的生長技術 這個手續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會導致它的價格會比較高 這對一般農民來講 大部分都沒有能力使用 我們上次有幾道這個例子 40萬個例子 對嗎 所以1克40萬那個 你要想哪一個農民有這個破例 去買一個1克40萬 阿伯根本沒有辦法接收一點點粉末40萬的人 所以後來是大概都走向那個合成的方式 所以化工的能力都看得出來都很重要 你看化工的人才在農業上可以 你現在看到很多農藥的開發 他很多都是化工背景的 要不然是止病的人 止病的人 因為他生化的體質還不錯 所以他們可能會去玩這種東西 所以他會蠻賺的 而現在農藥裡面到底怎麼退出完了 那真的很詭異 一定有鬼 好 因為我同學跟我講 因為他在雲林縣那個地方農業中心 專門負責驗農藥 他說有些農藥就真的很奇怪 然後化工的背景其實真的還蠻好用 就是能力蠻好用的 然後另外就是像剛剛講的豬培 在生技這個領域 你看走植物還是走動物 或者是走端端的細胞培養 這樣的能力也算是基礎的 這樣有機會一定要學起來 好 那因為天然的生長數太貴了 所以只好走合成 所以像NAPAA 這種近似於IAA 但是又有可以達到相似效果的 這種合成技術就可以廣來被使用 那當然它的成本就大幅降低了 那有一個比較有名的那個 人工合成的生長技術24D 然後26分量基礎酸這個 這個技術就很很妙 他們就發現這個技術在高濃度的時候 竟然會讓那個雙子葉植物死掉 所以後來他們在這個藥打造業 把這個藥拿來當作什麼呢 用途最廣的是出廠界 比如說你現在種一塊稻田 然後那個田梗上面有很多那個雙子葉的雜草 所以你就可以噴24D 把這些雙子葉雜草去除 這樣可以想像嗎 但如果你種的是那個高低菜小白菜的話 那你不要蠻目的 他會也去噴24D 那就一視同性了 所以他主要是針對那個雙子葉 單子葉不知道為什麼 對24D無感 所以噴稻子噴玉米都還好 不會影響到你的農作物這樣子 那這個植物因為 會造成那個雙子葉的那個 葉子迅速老化 然後撲毀掉落這樣子 所以後來呢 有一個最有名的運用 就是農業上其實已經普通使用 而最有名的運用是 美軍拿它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程座 我忘記是什麼 然後把它混成落葉劑 然後用在越戰 這例子都很有名 所以如果你有聽過那個 越南那邊不是有那個 越戰遺毒 就是那個村子 然後很多那個小朋友 發育畸形有沒有 那個就受到落葉劑的影響 然後所以他們當然大量使用那個 那個落葉劑是因為 所以覺得美國人的思維就是 無比的深浪的樣子 他們想說那個 越共打叢林戰很厲害 然後他們一直無法突破 對不對 所以關哪個腦袋 再思考出來的邏輯 那我只要把那個叢林的葉子弄 掉框框 對不對 我就可以順利的找到越共 所以他們就沒有長生的欺負這樣子 殊不知 人家早就已經滑地道了 這是一個白魯斯 就大量使用 那其中一個成分就是二死滴 這個後來禁用 還是買得到 可是大概都是在學術上面用的 因為萬一上中它沒有管制 所以如果看到這個成分的話 不要說直接接觸 農藥的話基本上這個對人體是有很嚴重的負面影響的 其他人工合成生長數 老實說也好 不知道哪裡去 化工合成 有時候有一個壞處 就是說 它進到人體之後 可能會因為人體比較難代謝 可能會搶先一些餘毒 就是農藥產品的影響 好 接下來終於到第二個激素了 第二個激素這個部分的話 跟日本及台灣齊齊相關 因為當年的發現 就是跟日本、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農作物 有關係 就是稻子 那這個是一般我們培育出來的稻子 要畫說一個背景就是說 通常我們在培育一個稻子品種的時候 不希望這個稻子長太高 對不對 像是颱風要來了很多 那個稻子在搶收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風一吹 你在收割機 基本上到時候要收割就非常麻煩 所以他們拿捏 稻子的高度不要太高 好 再來第二個呢 那人想說 那個好不容易長一重稻子長來的時候 那上面的稻穗 那個骨粒的數目是越多越好 當然不是 因為你背得越重 也是一樣很容易倒 對不對 所以他們拿捏 就是有一點多又不太多 那這都是需要去試驗的 那接下來才在看什麼抗病蟲害啊 那就是它的營養能力 就是好重 然後那個米粒裡面 那個口感的問題 然後去下工夫這樣子 所以像那個黃金米有沒有 還有那個特殊的色澤 然後什麼 號稱有很好的營養價值等等 好 那純舊高度這個部分的話呢 假設 右邊這個的話 我們把它想像成 它是稻子能夠長的最高的高度 那大部分的稻子的品種 其實它的高度 都不會是在這個最大值 可是偶爾你有時候留意一下 你去那個稻田裡面去看 有時候會在整片很整齊的稻田當中 就看那幾個白目長得比較高 有沒有 那這有兩個可能的原因 一個就是突變 另外一個呢 就可能是受到感染所造成的 所以突變的個體 它的遺傳上的可能 就變得跟隔壁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是感染所造成的話 它們當年就是發現說 原來如果有一些稻子呢 是被疾背菌 真菌 它是真菌 不是細菌 被疾背菌感染的時候呢 疾背菌會分泌疾背素 那疾背素竟然可以刺激植物長高 那原來以為 但是為生物的特有的化合物 結果後來在進一步研究發現 不對 不是只有疾背菌有疾背素 連植物自己本身 本來就有疾背素這個成分 那只是說 我們以往沒有想到說 在不同的生物當中 那竟然有這個共同的物質在 然後這個對植物這個部分的影響 就是會刺激它 像有這樣的發展 就是那個菌 會大幅度的抽長 我們把這個叫做土長的現象 所以原來植物的高度 的發展其實跟疾背素有關 所以再回過頭去 那現在當然萃取出這個成分 我們對植物來說的話 已經確定了它就是植物的激素之一 可是它對於植物 到底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看這個就很輕鬆了 只是高度的影響 到底影響到什麼層面呢 比如說 像這個 這應該是 青花菜 花椰菜之類的那種 那你看那種 本來它們都是那種 所有葉子疊在一起有沒有 這叫蟲神 或叫矮生 從今的觀點來講 叫管節間 因為它兩片葉子之間的那個間隔很短 它導致葉子必須疊在一起 有沒有 高麗菜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種短節間的植物呢 它是不是真的 就只能這麼矮這樣子 那應該是我們在培育這個蔬菜品種的時候 刻意選出來的 對不對 當然葉子密密滿滿的 所以到時候它切還滿方便的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有人想說 不然來試一下 如果呢 我在這個蔬菜的幼苗時期呢 就開始給它定時定調的這些幾倍數的刺激 不知道它到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會果然就發展 很夢幻齁 就是它動案 然後這是那個 所以你看 這樣就很麻煩 果然可以理解 為什麼當初要把它培育成這麼矮 培育成這麼高 你想要吃它葉子的時候 就很辛苦 那一片一片的宅 基本上就很麻煩 這樣可以加 可是你看在遺傳上 原來它其實是有這個實力的 只是呢 我們從那個品種的培育篩選裡面 可以去篩選出像這樣的培育 有沒有 不過當然它對人沒有效 雖然有點夢幻這樣子 然後 所以那個 彎豆不是有矮晶跟高晶嗎 所以你想像一下 就是 高晶彎豆會不會 其實它的遺傳上 它把高度撐到極限 那矮晶彎豆呢 就是等於是最低限 這之間呢 難道就是 像孟德爾所講的 只有高晶跟矮晶的差別 難道都沒有中間等級的 所以後來就有人做了這樣一個實驗 後來呢 最後有去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就是找一個 白晶的彎豆 然後呢 配很多種不同濃度的這個幾倍數 然後對這個 白晶的彎豆呢 去刺激它生長 好 那假設這是高晶彎豆 代表的是 彎豆高度的生長極限到這邊 那癌晶的彎豆 最底限到這個地方 結果發現果然 你用不同濃度的幾倍數的話呢 確實是可以讓它的高度 產生劍屍性的這個變化 所以 這樣的高度變化呢 跟濃度大約成正相關 不過它這個S軸一樣 也是用指數性的刻度 好 跟那個生長數那個一樣 用指數性的刻度 所以每一個多一個刻度 是十倍的意思 好 但是 在它達到那個最高高度之前的話呢 它濃度越高 基本上刺激生長的效果 就是那個精長長的效果 就越好 但是如果你現在 已經到達它那個高度的極限的時候 你再增加那個幾倍數的濃度 你就沒用 因為已經到達極限了 所以它不會長出 長成那個巨人的那個 好 所以 這個後來它們就把它稱為叫做生物檢測檢 就是利用這個 因為 假設有一天呢 你現在培育出一個豌豆 然後這個豌豆呢 既不是最高也不是最矮 那你想要去評估 這顆豌豆合成幾倍數的能力 大概落在哪一個 那個等級 所以 假設你事件已經做好這個標準線 那你就只要把這個位置的品種 拿來 用它的平均高度去跟那個 乙枝的這個標準線去做對照之後 我就可以評估說 它的體內的那個 那個幾倍數的合成能力 大概落在這個水準 那因為有時候研究上 可能只需要這樣一個簡單的答案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做什麼遺傳的鑑定 等等那些 很多時候的這個方法 所以 這是幾倍數 後來發現它有量上面的變化 好 那其他的這個變化裡面呢 比如說這個我就曾經很想要在我家葡萄用一下 這樣子 只是買了那麼多年一直都沒有用它 然後 因為十幾點都沒有 每次都錯過了 這是一般的釀酒葡萄 你應該在那個酒瓶上面應該看過 因為通常會印那個 它是哪一個品種葡萄 然後可是這種葡萄呢 都小小顆 如果你有看過真實的話 它是小小顆 可是很香 這種葡萄你把它倒那個 真的是宅長安的時候 熟透的時候 它會飄散出那種淡淡的那個 酒味的那種菇香 其實真的很好吃 可是不耐放 那個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其實它就開始淡了 所以你小小就要種了兩顆 每次一熟的時候 就要拚命大了 拚命吃這樣子 好 那問題在於它的果實 真的只能這麼大一顆嗎 那你現在把它想像成 這整串呢 就是我以前結構於名詞 這就是一個果序 好 所以 這裡面呢 那麼多顆的葡萄 每一顆葡萄所在的地方 假設就代表是一片葉子所在的地方 所以簡單的說法是 那這個就是一個密密麻麻的小枝條 那這個枝條分岔很細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去改善那個枝條的長度 就是結跟結之間的這個長度的話 有沒有可能可以改善那個葡萄的生長空間 所以後來呢 就有人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就是在葡萄那個剛受完醇的時候 果實要開始發育的時候呢 就對它使用那個極倍數 然後讓它那個結尖長長 那結尖長長之後 每一顆葡萄的發育空間就變大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看葡萄就可以從這麼小顆 同一個品種 從這麼小顆變成這麼大顆 對不對 那你看哪一個比較賣錢 看起來這樣是怎樣 不過還要決定一下口感 真的吃下去要一樣才算數 不是只有平大小的問題 可以說這個對農民來講的話 這樣看起來有沒有吸引力 有 請問多少錢 好 馬上就打退它 你看農民的做法其實很單純 省錢的做法就是什麼 假設它最開始那個獸粉環的時候 有100顆果實 對不對 我在它長到五分大的時候 選擇性的把幾個挑掉 比如說上面本來100顆 對不對 我挑掉個30顆 粉一點40顆 只留下60顆 對不對 那些剩餘的 有比較充足的空間生產 剩不錢都不用花 花的什麼能力 所以我們的農業災種還是這樣子 就是 可能都在它是省錢 然後花工夫 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這樣到底好還是不好很難講 比如說 如果要你去種一個哈密瓜 每一顆瓜鳥 最後只留下一顆哈密瓜 那你要種很密的那個哈密瓜的糖漫 對不對 可是這個哈密瓜 像我這次去日本的時候 那那個 完全擺不下去 你看哈密瓜這個標價一顆 然後台幣換算下來大概800跟1000 就擺在你前面 你換不換一下 我擺不擺下去 我連那個旁邊它那個已經過熟 我後來看把那個果肉切下來有沒有 像那個賣水果也是一樣啊 就是已經 弄成那個 切好的盒子的那一種 連那個價位我看看 我也是買不下去的 怎麼樣 所以 你看 一顆 瓜藤然後長一顆哈密瓜 這樣 你說划不划算 很精緻的啊 但是那個價位實在是 日本的那個熱帶水果 真的是超級無敵的 欸 我們吃一顆西瓜 你在這邊買一顆西瓜 在台灣應該可以買五顆 我看 可以想像嗎 你比較 價位比較高的啦 價位比較低的 所以 我就是去日本在那吃什麼 蜜桃啦 蘋果啦 然後水蜜桃這種 然後 就是又糖又甜又好吃這樣子 然後 他也只吃了一次 好 因為後來都沒起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可以想要 不要到現在37度 他還是可以撞啊 所以他的生產季節有限 用蜜汁的方法 不過日本有一個好處 他們那個稻田 看起來幾乎都是有機的 因為就不太需要農藥 沒什麼紗草 看起來沒什麼海蟲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蜜汁這麼大隻 然後 那個 看起來呆呆笨笨的 然後在這個 我去住 其中一個住民宿 然後在這個殺人 上面這樣跑來跑去 這麼大一個 蜜蜜的蜜 看起來沒什麼危機性 好 那你們明年通通都上了 我們就來叛逆團 好 通通都上的話 欸 然後叛逆團應該 你看 我們就很好拍了 你看 那個 所到之處跟 蝗蟲過境 絕對完成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可以享譽國際的 對啊 就這樣說定了 然後 啊 這裡 我看 我的最後的結論是 我最後從大阪要回來的時候 我想說我路過大阪 好歹去給他看一下 這樣子 結果發現完全 沒有啦 沒有錯誤的 因為一開始就是打著貪圖的性質 我發現大阪就可以 住住這樣逛三天 逛在大阪 而且不進那個什麼 環球影城 然後大阪的街上 我就可以走三天 因為 又好玩 又好吃 又好逛這樣子 逛街頭就可以逛掉三天 四天 好 那如果你們要去 比較自然優美的地方 像回臺道那種 的話 覺得是可以 真的好好玩 真的 這是很悠哉 沒有 因為我第一天 我第一天 第一天到了 其實睡眠不足 因為 因為那時候為了省錢 然後我就去機場的頂樓 機場大樓 那上面有一個 那個 SPA 然後它有那個 秀 那個休息 我就直接在那地方 躺 因為比較 價位便宜很多 可是就沒有睡 所以隔天行開車很累 我沒有前幾天煮車 然後在日本開車真的 雖然速度慢 不是很油災 少了 少了一大半機車的威信 然後 然後車子又上這樣 所以你有多計較的嗎 我計較車子要去給 建設辦一個證明 這樣 對啊 就用優拆優拆開 那不是透向嗎 對啊 所以我兩次 很不小心轉到對向去了 那個向著這樣 真的沒有巴我 我把它按就行了 對啊 很好 後來我覺得習慣了 你看那個 你會來不習慣嗎 後來 後來 有那麼一點點不習慣 我還好的 這是哪一種比較好 啊 啊 這是單職業 啊 什麼 不行 掃摩托車 哦 掃摩托車真的好很多 真的 都不用太擔心 那個突然就冒出來了 那是習慣的問題 我倒覺得還好 對 那在日本開車真的很清楚 好好 趕快考 趕快考上 拜託你們 對啊 搬一團 那個北海道十日行 這樣子 哇 哦 我睡盪棚就好了 應該會剩錢對不對 好 對啊 就睡盪棚 然後專門找那個有狐狸照 這次有拍到狐狸 很可惜沒有遇到熊 然後他有看到 會看到其他的動物 像鹿 這樣子 對啊 就專門用野生動物 第一棒 我拍到狐狸 對 看誰 他照片 照片很噴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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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花 還可以幫助他開花的結果 所以 這種激素的功能 有時候就是你要去試看看 所以可能可以找到一些 別人所不知道的這個地方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另外一個 這個要先把它解決掉的 就是 前面那個 有關 開花 產生種子 果實 那個段落裡面 下禮拜考這邊了沒 好 就是那個第一段那個地方 有關那個植物的生殖的地方 那就剩在這一塊 就是在課本裡面安排 它是在寫一個單元 把它抓到這個地方來談 是因為 它的發芽的過程很有可能跟技術有關 先來談一下 影響的種子門發 一般來說 在比較外在的環境因素裡面 包括水分 所以你看所有的那個 種子的發芽過程 第一時間都是要充足澆水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種子 你看 六小植物體已經預備好了 兩份預備好了 對不對 所以它真的一開始最欠缺的就是水分 當然還有還蓋在水分裡面的這些礦物質 所以充分給予 這個條件很重要 大部分植物呢 這個試的是基本條件 最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氧氣 因為種子在發芽的過程當中 有氧呼吸的速率 算是很旺盛 一般來講 植物的主要生長部位 它的有氧呼吸的速率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氧氣最好是充足供應 所以太致密的土壤 其實是不利於種子發芽的 就是缺氧 所以你看 一般這個 那個種子要灑之前 可能土壤都會送土過 這確實是對它是一個 不太好的處理方式 溫度應該可以理解吧 至少有一個東西會影響到 就是酵素的活性 對不對 那事實上還有一個 有一些植物的話 它的種子發芽可能需要特殊技巧 比如說 像那個稻子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要讓它容易發育出稻鳥 你可以用這樣方式處理 先泡水 泡水之後拿起來液乾 然後接下來用個塑膠袋把它捆起來 然後放到冰箱很長 然後冰個24小時或48小時 再拿出來然後再塗上去 這樣的話它發芽率會更多 所以有一些植物是它需要特殊的分數刺激 會促進它的發芽 那光照也是一樣 這是從農民 這不是一開始學術研究 這是農民的經驗法則發現 就是說你把種子撒在土壤上面 那可能很貼心的想說 不是啦 就是怕那個撒上去 然後鳥等一下就來吃光光 所以有些農民他不是會有一個替代的做法 就是那個在上面撲稻草 所以發現稻草一撲之後很難發芽 反正你隨便撒的那種有沒有 還比較容易發芽 所以後來才從學理上面去探討 原來有一些植物它是需要適當的光照 或者是盡量避免光照 然後它才比較容易發芽 所以這時候你如果拿捏錯誤它的特性的話 它的發芽率又很低 所以這個光照一開始 並不是光合作用的問題 是它需要適當的光的刺激的問題 那這個都是比較偏環境因子 植物質體本身也有很多的問題 有一些種子 基本上會有不等時間長度的休眠期 就是你明明看到它是一個看起來 看似成熟的果實或種子 但是它就是不發芽 所以通常這種種子不發芽的時期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休眠期 那休眠期基本上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說那個胚還沒做好 那個胚芽可以做胚根 或者是死葉這個地方 它的那個組織的發展還不夠完全 所以問題一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可能是果皮腫皮太硬的那種 所以像堅果類的話 堅果類就比較麻煩一點 不然你去試一下那個 包子到底開始試了沒有 然後那個橘子有沒有 像是有做過火龍果的小幼兒 可以借其他人看一下 不然的話最近有那個橘子 還沒去吃那個橘子的時候 記得吃個一、二十顆 然後應該就可以收集到很多橘子的種子 然後接下來呢 就找一個那個回收的杯子 然後去把它泡水 每天換水 然後換的差不多一個禮拜 然後接下來呢 再找一個那個小的 什麼可愛的小花盆 或者是簡單的回收的也可以自己做 然後把那個種子那個種上去 然後看它發芽 那個橘子齁 真的你要泡水靠久一點 那個發芽才會好 如果你直接種下去的話 發芽率也是很差 好 然後另外跟那個基數有關的 一個就是黎層素 它會發現呢 激素當中 黎層素如果濃度太高 它會抑制種子發芽 有一些種子呢 當它要發芽的時候 需要幾倍速 所以我們就要交代這個 然後接下來先把這個種子的發芽 現象大概先講一下 這是雙子葉種子的發芽的過程 這樣看當然很熟悉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你們以前至少起碼有做過綠豆的發芽 你會發現綠豆發芽的早期 當然一開始胚根長出來變成出生根 可是每次呢 這個出生根跟那個子葉時間種是會歪歪的 這個其實是有道理的 當你回歸到它如果現在是在圖管當中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歪歪的 可是你根再繼續往下發展 而這一段呢 就是所謂的胚種的一部分 靠近下半段 所以叫下胚種 那下胚種呢 會持續的延長 然後根其實也在長 可是下胚種延長這件事情 如果回歸到它如果在圖管當中發芽的話呢 就會發現這個現象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如果先把這個整個彎曲 那下胚種一方面長長 一方面它可以把原本 埋在圖管當中的子葉把它拖出來 子葉拖出來到底有什麼好處 子葉不是主要是儲存養分嗎 可是因為兩片子葉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來講 兩片子葉中間夾的是長一個部位 是胚芽 胚芽是一個很年輕 很怕跟圖管摩擦受損的部位 所以如果它現在暫時 還是被子葉包住的話 子葉其實附帶的可以提供胚芽的保護功能 所以等到下胚種長長的過程當中 把整個子葉從圖管裡面拖出來的時候 那這時候胚芽離開圖管 那相對來講就比較安全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子葉同一個時間 它的養分也在分解當中 然後被這個植物體給利用 所以子葉就開始萎縮 所以在子葉萎縮過程 它慢慢的就攀開 裡面的胚芽這時候呢 就開始露臉了 對不對 受到光照的刺激 所以這時候呢 那個基本的這個枝條 葉子就開始發展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 那個下胚種前面不是彎曲嗎 現在已經可以生死了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說 附帶的一個價值 我們利用那個子葉呢 先保護住胚芽 但是你要先把那個 利用下胚種長長的過程 先把那個子葉從圖管裡面拖出來 所以等到胚芽安全了 這時候它也剛好照得到光 然後子葉的養分繼續被利用 直接剛好攤開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那個芽開始長出 那個基因的基本長度 然後兩片葉子開始發育 所以這時候呢 當這個小幼苗開始建立 處於它自己的光合作用能力的時候 其實子葉兩份大概也消耗得差不多 所以大概再等一下下 那個子葉就會脫了 所以一個基本的這個小幼苗就出現了 這支雙子葉的發芽這個過程 就是它會有一個下胚頭彎曲的現象 用來把那個黑芽 從圖管裡面帶出來 這時候會跟子葉來配合 所以你看你就算把那個綠豆 放在那個什麼 鋪著衛生紙的這個表面 對不對 你還是看得到這個地方是彎的 初期的時候發育的這一段還是彎的 就是這個原因 你回到圖管生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切是合理的 那後來這個根有沒有 這是配根發育而來的初生根 那因為這個初生根後來有繼續留下來用 所以這長成初狀的主根 所以主根這個後來就做完後來是主根 然後旁邊呢 因為一條根不夠 所以旁邊還要有主根 所以上次有提到說 配種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其實配種就是一個 從芽到根這個過度的地帶 這個地方就是配種 那你現在看這個配種 感覺佔的比例很大 不會 你等到這顆 這是一個豆哥食物 等到這個豆哥食物 那個食物體展成熟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個地方 就是成了那個異性段 比例的問題而已 好 那這是雙子眼 這是葛萊德版 霜巴士電子顯微鏡拍出來的 這個網站 稍微留意一下 將來只要你是自然科學領域的人 大概很難不被要求做報道 大學就這樣做 所以大學還蠻輕鬆的 我覺得很怕 然後 所以你這時候會缺很多的圖 這個網站記一下 這個網站超級好新的 它的圖片資料不是無敵的豐富 那樣子 我現在講是自然科學 我不講什麼 包括什麼其他的科技領域 那種醫學領域那種圖 你可以找到很多 你可能還在做報道的時候 需要用到圖片 因為你是學術用的圖 所以可以不收錢 要不然像這樣一張 如果你買它的清晰版本 就會可以做印刷的那種 就一張動不動 就是十幾二十塊 四十幾塊美金那種 買不起這樣就能 但是學術用途 直接下載使用 留下它的浮水印就好 好 單子葉的話 就比較直通通的 這是玉米 只要你不要刻意橫著放 玉米正常的放的話 你會發現一樣 胚根先長出來 所以種子最眷缺的果然是水分 你看先長的一定是胚根 可是胚根長的長度不久之後 長到一定長度不久之後 現在胚牙就開始突破種疾 然後開始往上發展 可是我們從頭到尾就不會發現 它的胚牙這個地方 好像有胖跟土壤磨損的問題 因為從頭到尾就直直地放出土壤表面 原因就在於 玉米的胚牙自己本身就有一個保護層 叫做牙翹或胚牙翹 所以因為有一個保護層 然後把那個胚牙整個包住了 所以它就不怕跟土壤摩擦 所以這時候直接破土 出來之後 你等到那個牙翹離開土壤之後 這時候這個地方很快的 就可以接收到光照的刺激 所以葉子就開始準備發育 葉子發育把體積撐大之後 那個牙翹就破掉了 對不對? 所以它的功能 階段性的任務就完成了 就是讓胚牙的部分 然後已經往上發展 到可以見光了 所以這時候葉子的發育把牙翹給撐破 然後所以之後呢 牙翹的功能就大概沒什麼用了 所以之後這個精就長長上去 就開始長出出生葉 所以從頭到尾都沒有所謂的胚種彎曲的現象 因為它不要 不必要 因為它有一個牙翹的保護 好 所以到這個地方都還沒有看到激素 好 所以下一個看這個圖 那個183列這個圖 當子葉植物後我們發現呢 它要發芽的時候 有受到極倍速的調節 這個是胚 這個地方是胚芽 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是胚根 那剛剛講的那個泡水那個問題 當種子感受到充足水分的時候 這個水分的刺激可以刺激胚這個部位 然後呢 開始釋放Ga 是極倍速的那個縮寫 好 胚呢 就開始合成極倍速 可是極倍速不是作用在胚 暫時還不是作用在胚自己本身 它合成之後呢 是往外送 送到哪裡 送到那個 胚乳的表面 有一層叫虎粉層 這個名詞很容易被誤原虎粉 那感覺好像聽起來有主流養分的意思在 完全不是 那個虎粉層它只是那個 腫皮跟胚乳之間薄薄 非常薄的一個層次 那個空間非常的狹窄 不太合理是儲物養分 所以當虎粉層的細胞受到極倍速的刺激之後呢 它會開始合成阿發澱粉酶 所以這個是一個澱粉酶 那因為澱粉酶有很多類型 它們可以分別處理不同的澱粉 所以這知道你就直接寫澱粉酶就可以了 所以胚受到水分的刺激 它開始產生極倍速 極倍速去刺激補粉層 補粉層呢 就開始產生澱粉酶 那既然它不是主流養分的部位 合成這個酵素幹嘛 因為它提供這個酵素給隔壁的胚乳去使用 所以澱粉酶合成之後呢 它就往裡面送 往裡面送這個地方就是胚乳 看這個比較清晰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胚乳 在整個種子當中體積最大的部分 所以當胚乳受到刺激之後 你看喔 水分滲透進來了 對不對 然後胚乳主要儲存的養分是澱粉 那現在呢 無粉層產生澱粉酶了 所以拿到的水分 拿到的酵素 對不對 澱粉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時候澱粉酶就可以開始催化澱粉的水解 你記得嗎 有機聚合物 聚合物的分解過程常常都是水解反應 對不對 所以水分進來了 這時候我就有一個反應部 可以來去做水解 水解完之後 它會以蔗糖的形式 然後把這個糖分送給胚去利用 這樣 所以這時候胚就有發育的兩份奶油 一直到它建立自己的光顧中的能力 所以那個胚乳的兩份也消耗得差不多 好 就到這個地方 好 火力會不會後悔長可以 到來 少量都不保 proceso